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芒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3月16日 星期二的下午時間 今節有我許樓山 還有澳洲紅姐餅真BC 你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還有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馬麗根 各位網友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言最重要是訂閱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芒向編輯部》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今節回到來 最重要是要講一下什麼呢? 就是這幫人 BNO 早家移民 現在簡直他們當時講到香港人要發揮什麼互助精神 有心離開香港的香港人 都一定去到英國 他們都是挺起空堂的 都是愛香港的人 在香港不可以挺起空堂嗎?要你什麼?要你... 呼吸不了啊 你說 哦 那麼... 紮色 紮色 紮色那隻來的 差點是人工呼吸那些來的 很多啦 其實很多人都說 不是想賺錢的 幫一下你這樣而已 我自己搞定了 我都很想見到香港人這麼慘 最害怕這些喔 但是很多人相信才好笑喔 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去解釋 怎樣去演繹 以前某哥說自己上岸了 不想賺錢的 幫一下你們喔 是啊 這麼有空 反正我都沒有工作啊 還是怎樣啊 那個哥哥跟著困人去買這個買那個的喔 不知道買成怎樣啊 那些聽他們說的 那當然啦 你問著那幫都是爬爬烏的那樣的 怎麼會給你呢 是不是? 那好啦 香港人呢 他們說什麼都不用怕 最重要是什麼? 有手有腳就行啦 是嗎有錢呀老朋友 有錢呀 有錢呀 不要乖乖 taką方言 我不想你 申請你們 是不是? 申請師線路有點問題 申請師線路 綿馬地 有手有腳之外還有線路 沒關係 回來先 他們最流行的一句 沒錢不緊要 過去先 有手有腳 會死呀 當然有一部份都說有什麼可能可以剪頭髮、雞蛋仔 又說做這個、做那個、送外賣、收拾貨 全部當然是有手有腳才能做到 還有老麥 老麥其中一件事 見到一個就說要幫一下香港人還是怎樣的 見到這個很過癮 他就搞什麼出來幫一下香港人呢? 就說自己油漆基礎貨請 泥水基礎貨請 木工基礎貨請 水電基礎貨請 共通點是什麼?基礎 有幾個基礎呢?其實沒有寫什麼的 請問是否有錢? 收了幫一下香港人 收便宜你了 680磅 哇 綠塘 就是6800至6900元港幣 綠塘就是圍起來 綠塘只有6000、1000 即是大概就1000 哇 都挺貴的 過千元一塘 過千元一塘 一塘上多久? 好幾個小時 下午3點至6點 上課日期就135 哇 都很快 兩個星期 找不到吃的 這些簡短的基礎 基礎到應該是等於 一個普通人認識的東西 是 油漆基礎 是否教你開油 然後油牆 還是老點你幫他做工程的油牆 實在是你說的老點 因為那個所謂教人那個 是裝修公司的主管 我估計是一人公司 就是他的主管 似乎是 那我先說一下 自己的30年經驗 講解 就油漆、泥水、木工 那些什麼 那些物料、應用 有導師示範 提供工具和物料 有導師的從旁指導 完成了課程之後 他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公司就會提供工作職位 和轉介其他工程工作 哇 喂大哥 你學了18個小時 18個小時 你就可以懂得他 我介紹的油漆 油漆都可能好一點 泥水都還可以 不是吧 木工都可以 水電 水電沒那麼快 什麼都不要緊 這些都不適合安全 你電啊大哥 是啊 水電你都可以 不是吧 換電池啊 是不是 手機換電 換燈膽啊 是不是 介紹什麼 介紹你換燈膽 還是什麼 就轉介其他公司工作 哇 正啊 給六千幾塊 六千八塊港幣 又有東西學 又有工作機會 多好 正啊 剛才珍B先生都說了 那這個人說自己在 什麼 香港的工業學院 哪裏哪裏 畢業 這樣的 說自己有30年了 室內工作工程的經驗 現在呢 是英國一家 裝修公司的執行主管 哇 說到自己整個CEO這樣 做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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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和主管和轉介 那個都是同一個人 可能包工頭 少包工頭 我想就是 是 或者可能呢 其實一些裝修 其實本身是一個裝修工人 可能有些 完全地這幾樣東西都吃 還是怎樣 嘩你試想像一下 六千多元 學個基礎 不過跟著 大家也知道 英國那裏 水電 你不要說香港先 英國水電那裏要排的嘛 教完你排又沒有 你沒有怎樣轉介 那些職業 那些工作機會給人呢 是不是 轉介咯 你行不行 你靠你自己 你沒有排的 是不是 做些細工就可以了 就是幫人家 撿頭撿尾那些 你做 真正大一點不行 我們就叫Handyman 就是在澳洲 那些細工作就可以了 是 是 還有一個人 怎麼可以有這麼多個牌 我想英國和澳洲都很像 好像我們讀兩年 書中兩年實習經驗 才能拿到個牌 那你 哇 這四個牌 你用了整 四十六十六年才可以 我一起讀的 都可以的 那現在又說 我幫你 還是怎樣 給你一些機會 大家學一下 我初時差點以為 680英鎊 以為是四個課程一起 都包了 其實原來不是的 就是拆開的 嘩 如果你想讀泥水 加個油漆的 嘩 那一萬多人港幣 都瘋了 還有基礎 整個課程 有些什麼也不知道 還是怎樣的 當然啦 不熟不熟 完全是幫香港人 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幫一下你們 我教一下你們 什麼都不認識 還是怎樣的 讓你們有些工作機會 或者這裡油漆那些是怎樣的 或者做這裡是怎樣的 有些人會這樣想的 覺得 六千多元 學東西是其一 目的呢 是想擴大自己的生活圈子 或者 認識這裡的人的圈子 不要認識 全部那些超市買菜 哇 那些薯仔真的很便宜 哇 一磅 十多港幣 十多港幣 是磅幾 這麼大袋 多划 香港買不到 例如什麼 椰菜仔 哇 很大袋 多划 香港沒可能吃到 那你餐餐吃椰菜嗎 嘴巴 嘴巴 香港也有東西很划 你夠買不到 你看英國 你搶粉 你搶粉 你買不買到 沒得這樣算 沒得這樣算 沒得這樣對比 沒得這樣對比 這些挺好笑的 太多了 太多的 全部都是講給你聽 那些什麼 都是口腔期的 那些 見到多數都 買哪裡買東西吃底 什麼省錢 這些 這些就是 這是一件事 另外見到一宗 都挺搞笑的 他們去到 剛剛下機 應該說 想去到自己 即是你去到機場 想再轉車 還有他們 通常是怎樣的 哭虎哭忽 推著很多行李 好像去旅行 那些 不應該開心嗎 有空氣了 不捨得 他們經常說 我們這麼愛香港的下場 要離開香港 嘩 我為了那些小孩 然後哭就哭 那些 那些 我看到他們說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我看到他們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說得更好笑 嘩 那些小孩 終於上學了 又說 回去 只玩 踢球 和那些人 到處跑 這樣 那樣 沒有功課做 沒有功課 小孩說非常開心 喂 沒有功課當然開心 這樣哭 是不是 然後說 哇 小學真的很開心 沒有功課 沒有功課 每個人都開心 然後有些人說 哇 這樣才是學習 香港很多功課 每天都有好幾樣 其實你們兩看 又沒有功課 你沒有功課 你當然開心 沒有孩子沒有壓力 但是 當你那些香港家人 習慣了 他學得少 你就怕人家學得多 為什麽他認識 人家的小孩認識 你的小孩不認識 那你就會開始害怕 那為什麽很多的興趣班 或者那些什麽叫做作文班 什麽什麽訓練班 那麽成行成事 就是這麽意思 你可能見到 A太的兒子 學了這些作文 好像很厲害 那些這樣 那你便覺得 咦 我不去就是撿書 就在那裡 八下八下 沒有第二間 原來李嘉穎的兒子 是去這一間的 咦 這是什麽來的 那我又去 那麽不會說 李嘉穎的兒子 那時候去的那間 又不會說 貴到完全是接受不到的 那這個一件事 那你說 見不見到李嘉穎呢 那你看到他 但是賣不到新的那些 那些 就是等於這樣 那麽繼續說 阿珍必真是不明白 這個小孩也是到處去撿的 那什麽要特意給錢去撿呢 是啊 我真是不明白 是啊 那麽好了 那麽講回這一單 就說 那麽想著 補一架車呢 就去萬城機場接機 那麽 哇 拿到那個報價 真是嚇死人了 結果呢 那個報價是怎麽樣呢 那通常有些人就說 哦 香港人歡迎你 弟弟呢 在英國住了多久多久的了 很歡迎香港人來呀 那我來機場接 那我做包車的 我來機場接你們啦 那這個人擺出來幾有趣 在Whatsapp問他 那你大概那個收費那麽錢呢 四個大人加一個BB 七件行李 他說呢 你所需的費用呢 機場去到你的目的地 你的費用呢是390鎊 那你記得一下 嘩390鎊 差不多是4000元港幣了 嘩 那你去哪裏的 嗯 我要公平些 那我們講一下 有些什麽包先啦 好嗎 好 你要想一下 咦390元那麽有什麽增值服務 他講到 他欺負你不知道那個價錢 就是去到搭的士是多少 他說哦 390鎊 你的目的地 嘩390鎊 他說呢 由香港人 就是在英國的香港人接機 全程啊 可以和你廣東話聊天 多開心 還可以和司機聊天啊 問一下英國的資訊 嘩390鎊 這樣了 那我們講一下吧 那個穩笨程度呢 還有那個不熟不吃的程度 是去到怎麽樣呢 好 他說結果呢 自己坐的士呢 只不過是坐了25鎊而已 哈哈哈哈 十倍以上啊 嘩 嘩 吃水好像滲了少少 不是那少少不好意思 是很多 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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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那麽貴都可以的 搭完來回來回走幾轉都可以啦 嘩 真的呢 對香港人真是好啊 可能跪在他唱歌 唱江時那裏呢 嗯 那麽不知道 可以 歌手來的 這班人 這班人 我興趣而已 唱給你聽 收回正價 下金城啊 你猜現在 哈哈 其實都幾多的 有些都說呢 走了之後呢 可能去到什麼 甚至乎 他會開Uber 都沒什麽所謂啊 還是怎樣的 我見過一件挺有趣的 他講那個自己 開Uber那個 他說他自己呢 就三十歲鬆一點的 就在香港做designer的 就說都頂不住香港 還是怎樣怎樣的啦 就說見到BNO5加1移民 都覺得很開心啦 什麽designer先 等一下你跟我說 設計些 那些金銀衣紙 叫designer 搞笑啊 這個一件事 他講法都幾過癮的喔 嗯 他那個邏輯都幾有趣 他說自己呢 都知道自己英文一般的了 他說去到英國呢 可能開Uber都好啊 他說多讀計算機 哇 買一輛車 再加上要住啦 還有申請費啦 那加上呢 他說計算下去的數 都應該要三十萬的了 那接著說 咦三十萬 那聽起來覺得都OK啊 是吧 你又可以BNO做家 移民五假日 又可以啊 那起碼 真的有所有的腳啦 那又有雙眼呢 你就 可以 開車啦 嗯 那接著 記者問他了喔 你是不是 那你何時出發啊 他說不好意思 他說自己呢 原來還沒儲夠錢 他要賣 一都是儲錢的階段 三十萬磅啊 港幣 哦 嚇到我 買什麼漂亮的車啊 開Uber 普通一格都可以的啦 哦 那就一口笑啦 看見 买單車送住都可以的 不是 一想啊 就是他連錢都沒有啊 就是現在 煤到洞 要 你想就行咯 過了才說 有手有腳就行咯 是不是 是啊 或者租一輛車出來 再開Uber咯 蛤 好像成本很大啊 我租車的話 保險那些很金 是啊 我只想說保險很貴 不行的 這次絕對 還有你 萬一 你沒有客人的話 那你就白虧了 那天 是的 不過這個 就算是香港也是一樣 萬一沒有客人的話 是啊 沒辦法 有手有腳自己找客人回來咯 You don't speak English man 最麻煩 你說你英文不好 駿駿駿駿駛人家問你 突然間說想改哪條路呢 你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或者和你閒談間 哦 你知道如果你上的士 都會和那些司機大佬說幾句 哦 你講 不知道你說什麼 是不是 如果這樣呢 那你駕 記住人家 不說你駕駛就算了 如果你又不懂得說 只是說什麼都不行 溝通又做不好 接著客人不滿意呢 他下車之後呢 給你負評你啊 給你一顆星你 那你就死了 你就沒有客人了 你之後 是嗎 是的 所以你見台灣那些Uber司機呢 他們有些是會直接 整整整的車子 他可能甚至乎 會在那個後座那裡 放了一些糖果 跟你說有糖果石 那你吃了 例如那些小朋友 因為有些人 可能帶著小朋友來搭 免得跟他們接觸一下 糖果石 你也有 他說呢 你帶著糖果給他 那些小朋友 又不會從車去扭計 有些人可能吃完一顆糖果 甜點的 心情都好些 那就會比那個分數 就會高些了 還有你開車的時候 還要 你起步的時候 你不要搞到客人的頭也會搓 搓車的也不會搓得那麼厲害 搓到客人又被你扶平 還是怎樣 那就麻煩了 都不是說有手有腳 就這麼簡單 那麼今節 很多東西的 行行都很困難的 不是說什麼 極速學起這個水泥 有手有腳 香港人這麼聰明 怕什麼 電一些 用不怕啊 一定可以 不要搞到別人 這些不怕 我那時候也試過 這些是反面教長 千萬不要學 那我試過兩次 都算是靚靚的 那個 香港很多叫萬能插數 好像方形一塊 它裡面其實有個 好像Fuse那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那時候 我的腳還是那些線 我駁得不對還是怎樣 我忘記為什麼 我要拆它出來 試一下怎樣弄回它 好像有一隻腳鬆了還是怎樣 然後我忘記那個Fuse 我壓得不好還是怎樣 誰知道一插下去 插下去 插下去 那個 那個 馬上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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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 幸好沒有整個炸開 應該是一顆Fuse 它裡面 不知道突然爆了還是什麼 然後整個 有一顆黑了 哇 幸好沒有金色的部分 那我就炸了我 然後還有另一次 就是關於公司門口 那時候 老闆就不知道 買了一個聖誕老人回來 那可能已經插了電 之後 那個聖誕老人就會懂得 扭一下扭一下 然後一定時候扭一下 扭一下扭一下 然後唱歌 唱幾句 然後就停 扭一下扭一下唱幾句 就停 如是自己一天這樣 老闆就跟我說 你幫幫忙看看 那個電子 在那裡扭著一塊充電 這些很麻煩 他不知跟我說 不如你有沒有 在公司裡找到一個火牛那些 插下去 就會讓它著 對插頭的 很容易靈性的 對了 那我就是為什麼 我想去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找一個類似 那不是很對的 然後我左望右望 左望右望 這個好像可以 然後再插進聖誕老人的屁股 然後另一邊 就插進牆上 想著 一開就馬上冒死了 誰知道 聖誕老人 用一個極快的速度 比起平時 那個速度快了五倍 唱歌唱得很厲害 然後就不動了 然後才發現 原來我的電子 給的太大 所以我想 假設它要30W的 但是我給了90W下去 那它整件事就over了 那個速度和那個負荷 那它頂了一會兒 裡面已經燒了 然後又有少少糯米 然後老闆說 我唯有辦不知道 然後老闆說 咦 為什麼不動 為什麼不動 我已經不知道 因為我賠錢 好像買了三千多元港幣 那個聖誕老人 然後就壞了 所以這些真的不要亂搞 好像我這樣 這些真的不可以的 絕對不可以 不可以亂來 這些要記得跌跌 不要亂搞 水電的 尤其是你屎渠搏 吃水渠 好了 我們這次先說到 真的看到你們香港人 在英國的互助精神 真的相當之有愛 好,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